2025的大遊行 有一個人要拿著中華民國 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去遊行 他是楊慧如 這邊國旗這樣灰灰灰灰灰灰 能走完全程嗎 輝文 等著看 不要到那邊講一套 然後回來又做另外一套 民進黨辦的活動 什麼時候看過國旗 我也覺得很好奇 所以他才說他明天要拿 對 因為明年高雄不是要辦 那個什麼運動會嗎 大家都拿國旗進去 你看陳菊怎麼收場 我覺得這非常好 我認識楊慧如 我覺得他在某種程度 也是有很多小點子 小智慧 所以他拿這個國旗 是要反諷馬英九 不敢展現國家的立場 但是在那種場合拿國旗 是有點風險 就是說你周邊那些人 你要曉得楊慧如的用心 要不然楊慧如會弄小承操 弄小承操 大佬你忘記麥克風了 麥克風 扣成 這個扣成 這個太苦了 扣錢 扣一千塊 扣一千塊